这一题它叫我们绕Y轴旋转 把什么绕Y轴旋转呢 把这个Y等于1-X平方 这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线 把它绕Y轴给它旋转一圈 所形成的这个旋转体积 那么这一题呢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呢就是呢 直接使用这个绕Y轴旋转的这种体积公式 那么旋转体的体积公式呢 如果绕Y轴旋转呢 就是我们要把PiX平方对Y做积分 对Y做积分 那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呢 因为它跟我们说呢 从这个Y等于0这一段 那到Y等于1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1呢 因为这个抛线顶点在1这里 所以呢它这Y的范围呢 是从0到1之间 那么PiX平方 这个X 因为这个Y等于1-X平方 所以你一向一下的话呢 这个X平方呢就是1-Y 好X平方就是1-Y 所以我们把X平方呢换成1-Y 然后对Y做积分 那这个做出来呢 就是体积的 那这个Pi超下来 这个系数 这个1对Y积分就是Y 那Y对Y积分呢 变成2分之Y平方 那下限呢是0到1 下限0到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上限带入 这个减下限 上限带下去的话 就1-2分之1 下限0带下去通常都是0 好所以这个体积呢就是 1-2分之1变成2分之1 所以它的体积呢 就是2分之Pi 就是2分之Pi 那这个呢是第一种做法 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呢 对Y轴旋转 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那个波可法 波可法 那波可法呢 它的公式哦 是这样子哦 就是AB2PiX 再乘以呢 Y 然后呢 再对X下去做积分 对X下去做积分 那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呢 这个 它X的范围哦 这个X的范围呢 是0到1 0到1 那所以我们把0到1下去做积分 针对2PiX哦 乘上这个Y 那这个Y哦 以这一题来说 Y就是1-X平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Y用1-X平方 带进去 好然后呢 这个积分了哦 这边还不能积分 我们要先把这个2Pi系数呢 先拿出来哦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乘开了哦 这个 乘开就变成X哦 然后减掉呢 这个乘进去呢 变成X的三次方 比X哦 好 然后呢 我们就下去积分了哦 这个X积分就是2分之X的平方 3次方积分呢 就变成4次方哦 4分之X的4次方 上下线呢 是0到1哦 上下线0到1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上线带入哦 减掉下线 上线1带下去呢 就是2分之1减掉呢 4分之1哦 那下线0带下去通常都0哦 那2分之1减4分之1哦 就是4分之1哦 4分之1乘以2Pi呢 就变成2分之Pi了哦 那这是另外一种哦 使用波克法呢 波克法是对 绕Y轴旋转 你可以使用波克法 然后对 要对X做积分哦 对X做积分 对X做积分